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我到现在为止可能拍短视频 就做这种体量的这种创作 可能还真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方式你觉得最喜欢 或者最让你 因为脑子里面想法太多了 就需要不断地释放出去 对 这是你用别的表达的方法 表现的形式所达不到的 把它写成一句本 写成文章 它有很多东西 很难用文字去给它写出来 拍电视剧 拍成舞台剧 也周期太长 然后它体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可能短视频 反而是给我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去表达 我自己想法的一个手段 因为一开始从第一条开始 没多久 中间过了半年 其实就一个爆炸性的成功 你现在回忆起来 那种冲击到底什么感觉 就它其实分好几层 你真说第一反应的话 就是很开心 但是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它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在数字上 转发了多少多少 你的生活没有改变 然后慢慢地对你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甚至是你躲在路上会有人认出你了 你才开始觉得这个东西 入侵到你的生活了 就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再到后来就是恐惧了 很恐慌 那时候很恐慌 恐慌是大概什么阶段的问题 出名没多少时间就开始恐慌了 你当时只觉得互联网太可怕了 就奇奇怪怪的声音太多了 是你自己没有接触过的 适应不了 你怎么 打电话给杨明哭 就打电话给杨明哭 他们为什么要骂我 但你之前是个活在网上的人吗 是我是 我是一个互联网就很深度的那种 就重度的一个 重度的 重度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 你对这个吧 我等一会儿 这是我们点的是吗 你们不是给徐老师也点了吗 他的呢 我就分这一份 我们预算有限 吃吃吃我的 吃我的 我们这个才19块9 这个阶段多久可以适应呢 那种被入侵 然后被评价 不得不断地各种评价这种 到一将近两年吧 那个也是我团队开始磨合 差不多磨合好了 他们有时候会给你一种 不要怕 我去帮你骂他 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直接是吧 对 我去帮你骂他 我这里有证据 我们给他从头到尾捋了一下 我们没有问题 你不要害怕 他们比我冷静很多 也比我乐观很多 所以他们能安抚到你的情绪 我觉得开会特别可爱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家庭戏班子 我们一直有一种小作坊的感觉 或者很像当时 那个台湾综艺节目 就是他们有一个团 今天有什么新闻事件 他们就立刻开始写本子 然后晚上开始演 就他就变成一个 对当时台湾社会的各种分析 理解 然后嘲讽的一个 特别有趣的一个东西 有一点像吧 可能有一点像 我的团队这帮人是 有时候能给我提供一个 非常坚强的后盾 对 而且你兴起的过程 正好是舆论环境 开始非常的 两极化的过程 是 怎么办呢 你们想过往后退却吗 没有 没有 要吃饭的嘛 要赚钱的嘛 而且最那什么的时候 你只是有一种很委屈 很冤枉的一个情绪 但那个情绪又不是 压倒性的摧毁性的一个情绪 出来的就好了 被这么大量的关注 因为你想 你们都不喜欢被关注 不容易上去 那在边上 你怎么应对呢 就是做鸵鸟 做鸵鸟 只要我看不见 它就没有发生 其实这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办法 非常有用 然后现在慢慢可以适应一些了 但是我的适应方法 就还是不看 不会像以前看到了 我会手心发凉 会出冷汗 江亦了一开始 承受力怎么样了 就是突然被咱们多人议论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 都要试 都很难承受 这个很难 他现在已经坚强非常多了 他对崩溃时候怎么应对 他自己 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 反正跟我就会哭 但我那个时候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太把他当回首 我说多大事 那什么时候开始更意识 他那种真的痛苦的 那六年那会儿 其实确确实实 我们两个都蒙了 我觉得可能人生中 你遇到压力 就极度压力的时候 并不多 总觉得那个时候 对我们俩来说都是 是在拍卖之前吗 拍卖是一个很标志的事件 这个我们交易的 其实是在 应该是在拍卖之后 之后是吧 对 虽然就是可能 别人会觉得你凡尔赛 但那个时候 真的觉得好难 好 就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应该怎么过去 拍卖之前 我觉得可以坦白讲 那两个都是幸福的烦恼 后面是因为整个的 这个舆论的声音很多样化 然后你就发现就是你很朴素的一个念头 就被取决出那么多种版本来 然后你又拍出了一个2000多万的价格 虽然我们都已经捐掉了 但我们后面比如说又算我要去变线 我应该怎么订价呢 对吧 然后订完价这个客户会怎么看呢 然后网友会怎么看呢 对吧 然后最惨的是 我觉得我们俩 在九元桥的一个开卖店 室外俩对着哭 因为他想哭 他哭高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什么契机呢 是什么引发的 就是他有一个前提是 他就不是冲着一个要获得这么大影响力 去的这么一个初衷 如果说我今天就想成为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人 我做这件事就为了这个目的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你那个承受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 但我们在做这件事的初衷 就不是要那个结果 它产生的后果和你自己的预想 那个差值非常的大 它伴随的就是 肯定有人说你好 就有人骂你 有人支持你 有人就会从各角度分析你 这个肯定会受不了的 对我现在想一想 你们16年那时候 就简直像一场梦一样 真的就是很好笑 对很少有人突然做这么大的梦的机会 后来想想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在补课 因为你跳过了很多 很多个步骤 对 有很多种感知 很多种认识 很多种感受 该经历 但我们未曾经历过 那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可能都要补回去 要还的 对都要还的 那个课补起来太难了 对 现在等于这一代人要为自己 这一两代人要为自己 之前过分的整个社会环境 那么好 要补课现在 对大家都在补课 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在这个奔跑的时代 其实每个人 多多少都有那么一点点 叫成长的烦恼 帕皮匠 就在过去一个月里 他的粉丝数 在那么大的基数上 仍然翻了一番 在北京如此平凡的一个下午 我们在这儿 举行一个多小时的活动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这一个小时 将来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 起拍价 二十一万七千元 二十一万七千元 两年之后 帕皮匠这样的角色 他会变成什么样的 大家觉得商业化的力量 把他未来投资 我的回答是这样 我当然要把他的未来一把投资 五十万六十万七十万 八号直接出到一千万 你们这看着太无聊了 我又坐下来了 可以吗 包括当时16年 等于是很标志性的 罗志云他们拍卖广告 那个事情 那还是一个 你们事业中的一个 重要的时刻吧 应该算 我现在觉得 那就是一个营销事件 罗老师吗 很聪明的 您采访过 我们这个节目第一季 就是罗志云 对 对 反正他说话 我也经常听不懂 但后来我是把这些事情 全都交给 杨明 这个事情怎么搞我 不管 但我不上台 我不会改变我做内容的东西 我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也明白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从客观上来说 它确实是对我是有好处的 一下子 名气很响 闹得很大 什么的 但对我本质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反而是让我非常的害怕 怎么理解这个可怕呢 首先是这个事件 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拍卖 什么是拍卖 你拍卖的是什么 最后拍出来的这个金额 真的天文数字 太可怕了 什么样的脑子 能想出来这样的主意 也只有罗老师 这样的脑子 他们跟你说的数字之后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记得吗 疯了吧 那怎么做决定 把他捐出去呢 这个是我们拍卖钱 就决定了 因为我们公司运作的话 我们是有投资的钱的 不需要靠这个钱 就决定 就不管多还是少 我们都卷掉 所以很多人问我 你拿到两枪上什么感觉 我说我没有拿到 我这个钱 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袋 那你想拍出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你们要做那广告 是不是压力 就变得非常大 是有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 你无从 无从排解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广告 客户也不知道 我都不说那会儿 我觉得现在的客户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广告 所以那会儿就只能是 你觉得这个广告 应该是怎么去做 我觉得可能跟131 对待客户的态度差不多吧 我们没碰过这么多钱 不知道 下次有一集 我们给我们两千万 我们就好好想想 怎么做一集 不用那么多 给多少都是甲方 太成熟了现在 没有 我们是现在真的觉得 就是如果有广告 我要把内容做得更好 我不能让别人看完之后 觉得就是为广告做的 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有广告的话 就做得好 客户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你想一开始 你像从15 从那个冷了是吧 有一点冷 今天阴阴的 那比如从15年底的时候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们做什么 都是一个风潮 那是什么感觉 就是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莫名其妙 自己也不理解 那问题是 比如那阵风 那么大的吹过来 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 风力下降了 不是该做什么 都是被引起 那么多的关注的 也就两三年以后吧 我觉得那个 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一直被 顶在上面 反正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也不是好事 那个时候 刚开始 被吹捧的时候 我就跟杨明说 我说我特别怕捧啥 能把你捧得多高 就那么给你摔得多惨 我不需要那么 惨痛的东西 但你说的 就是说被捧得高高的 就担心被摔得重重 那你曾经被高高的 那你也没有摔得重重的 没有被摔其实 对 平缓的一个 下降的一个过程 那担心那种衰退 大家对你做那种 感兴趣 也没人关注这些内容 我觉得早晚会有 那一天吧 你只要接受这个 你就没有很担心 就做到自己没有想法了 或者确实它不被需要了 那就停了 你现在怎么评估 你现在想法的旺盛程度呢 现在想法的旺盛程度 它不像以前 因为现在 我说实话 限制太多了 我觉得15年 能做很多东西 现在都做不了了 跟那个戏份比较宽松 有很大的关系 你既要有自我约束的 你又要有平台约束的 你也不能去调侃 有很多观众会觉得 你调侃就是不敬 你也不能去评论 你评论就是 我很害怕冲突 任何形式的冲突 我都很不喜欢 而且现在有时候 总会有一种 怕自己说错话 怕自己表达不清楚 然后有时候 因为你自己 随着你粉丝数量上来 你对自己的自我约束 也会很大 那所以我能做的东西 开始变得非常的少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不可理解 我们曾经有一次 做了一个反讽的内容 就是你第一眼看过去 它就是一个反讽 然后评论里面说 你怎么可以提倡这种东西 我说我在反讽啊 所以我们后来 会在所有反讽的视频 后面加一个 我们这个视频是为了嘲讽 绝对没有任何提倡的意思 就有些人看到一半 就已经给你下结论了 三观不正 不断说三观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一五 更晚后吧 我觉得比一五年更前了 三观很正啊 什么什么的 但后来是谁说的 三观没有什么正不正 它只是 是不是符合 当下最主流的一个 而且你什么时候 开始感觉到 比如说 大家的观念上 应该更开放 因为随着技术 交往的增加 但实际上 它越来越保守的趋向 1819年吧 那会开始很明显的 觉得网络的舆论 开始变得很 很奇怪的走向 极端的声音非常的多 但我觉得这 有时候反而觉得 你上网上多了 限制了你 限制了你的很多思考 是啊 前两天是看谁说的 你的思考到底是谁的思考 你的想法到底是谁的想法 对 这种不断的 就无处不在的这种 就会使人 完全就僵化了 完全就是会 它能变形吗 然后就找一个缝隙 可以表达 看值不值吧 你是有多想表达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缝隙 你确定你能找到吗 其实要找的这个缝隙 可能得用圆滑吧 你得是那种 吸溜一下 没有任何的毛病 出不了任何的错 同时还能表达 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那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的感受力 就伤害得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东西的话 代表你没有那么想表达 或者说你的这个观点不值得 没有那么值得去表达 如果是一个需要 支溜一下的 就这种时候 你要表达的一定是一个 多多少少有一些冷脚的 有一些刺的东西 就是嘲讽 哪怕我不是针对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命题 它也得是有一些刺的 但现在这个刺 没有人敢打保票 说你这个东西发出来 OK还是不OK 挺要命的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保持对生活的一些刺 是非常必要 一直都是 小时候就感觉是吧 小时候就有